今天上午 廣東多地橫風橫雨 日頭天都黑得好像晚上一樣 原來是一條罕見超長標線 快速橫掃整個廣東 這個超長標線是甚麼東西 受暴雨影響廣州有大樹倒下 樹枝插穿了樹底下停的麵包車 車上還有兩個人 他們有沒有事 深圳有網友說 在這款知名牛奶裡面 飲出了奇怪的義物品牌方 怎麼解釋 有關 民生無小事 今天多關注 歡迎各位關注我們 今晚陪著大家有珍珍和餘惠 謝謝大家,馬上去片 今天早上 真的很多街坊都被天理嚇倒了 10時半左右 有很多地方的日頭像晚上黑 然後橫風橫雨 街坊走慢一點都濕身 今天這場雨是相當特別的 佳欣是一條600公里的超長標線橫掃廣東 下面來看看記者的報道 視頻記錄了廣州今天11時左右的情景 本來日光日白 誰知道索時之間變成黑茫茫一片 好像夜馬黑一樣 緊接著就落起傾盆大雨 廣州市氣狀態消息 受強袍線影響 今天9時22分之前 廣州各區都發布暴雨黃色 以及雷雨大風橙色預警 10時50分天落起大雨 記者地鐵站發現很多廣州市民都沒有帶雨具 唯有在地鐵口等雨停 有地鐵站提供便民的雨傘雨衣 工作人員指示排隊領取 受暴雨天氣影響廣州白雲機場 啟動航班大面積延誤預案 11時左右 從廣州白雲機場出發的多艘航班 平均延誤大約62分鐘 中午時分 超長袍線開始影響維州 黑風暴雨呼嘯而過 維州各區縣相繼發布 雷雨大風橙色預警信號 和暴雨黃色預警 同期啟動強對流四級應急響應 今天下午 山頭歷經了一輪雷暴大風天氣之後 中心城區多處道路出現了積水的情況 下午4點 山頭市三房指揮部啟動防信 四級應急響應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山頭東海岸的 星津大橋橋下 那強降雨也給這裡的路段 帶來了部分的積水 大家可以從現在的畫面看到 水位是已經來到了我的小腿 甚至接近膝蓋附近 那預計在往後退幾步 水位可能還會沒我的膝蓋 所以我也觀察到 車主們在行駛到這個路段的時候 都放慢的速度 小心駕駛 刨線是強對流天氣的一種 沿著刨線 會出現雷暴暴雨 大風 冰雹 龍捲風等劇烈的天氣現象 未來幾天氣象部門預計 駕駛越北、珠三角州 大部分和越西的北部市縣 有短時強降水 8至11級雷暴大風 和小冰博等強對流天氣 20至22日 有連續性的強降水過程 廣東台綜合報導 今天的橫風橫雨 還影響到廣州多個 正在進行當中的體育中考的考點 有網友說 拍攝到廣州外國語學校 部份考生在雨中進行長跑考試的項目 對此廣州市教育局 是遵用了回應的 關注一下 雨中奔跑的考生 太勵志了 針對網上流傳教考生務語 參加廣州市中考體育考試視頻 廣州市教育局回應說 今天早上11時10分左右 體育考試南沙廣府考點 廣州外國語學校 正進行第三項的中場跑項目考試 當本組16名考生準備起跑的時候 雨勢很少 考點綜合研判 可以繼續考試 法令起跑出發一圈之後 降雨及風勢突然間增大 裁判員立即叫停召回本組考生 並轉移到安全的場所 提供毛巾、熱水、午餐、暖氣及更衣室等保障措施 而針對考生及家長關注的考試成績問題 廣州市教育局方面也回應說 考務組隨後已經與送考學校帶隊老師溝通 明確告知本組考生可以申請重考本項目或緩考 而且緩考只需要考中場跑項目 原二、三類項目成績保留 經徵詢考生的意見之後 本組考生均決定 等到氣象條件好轉之後重考本項目 同時廣州市教育局將會針對近期氣象的條件 舉一反三做好有針對性各項考務保障 廣東台報導 今天上午廣州市出現了強對流天氣 在荔灣區有大雪突然倒塌 突中了剛剛好經過樹底的汽車 中招的小車就連擋風玻璃都被樹枝插穿了 現場情況如何呢 有沒有人員受傷呢 記者去了解過 今天中午記者來到廣州市荔灣區河柳路 看到在南澳民體綜合批發市場的大門口 一部貨運麵包車被一棵塌下的大樹 壓住了 兩邊雙鋪的鐵皮魚棚也被大樹壓到塌了 事發現場已經拉起境界線 記者到場沒有結尾 綠化搶險部門的員工也趕了過來 用電鋸等工具切割倒伏的樹枝 對現場進行搶險清理 在事發現場還可以看到 整棵大樹是被攔腰截斷的 而斷開的位置 在這間士多店頂棚上的樹層 在當時是完全斷裂開來的 部分樹枝被清理之後 可以清晰看到被踏中的小車 除了車頂被窄到塌陷之外 車身位置也有多處變形 更為驚險的是 主架座位前面的檔風玻璃 直接就被樹枝踏穿了 隨後記者在現場找到事發的時候 然後小車中的私承二人 他們表示當時開車過來市場拉貨 在大門等候配貨 剛停好車就被大樹凹中了 幸好兩個人並未受傷 可以自行下車 直接進去的時候 沒看到樹枝有任何知道 停個幾十秒吧 就幾十秒就打下來了 感覺都突然車震一下 我再往前點開 那個樹枝可能就插進來了 插到人身上去了 你看那個樹枝插進來這麼多 大概有二、三十公分 希望人也沒事 記者走訪多位目擊者都表示 賭服的大樹並沒有凹中其他人 據了解 到了下午四點多 現場基本清理完畢 廣東台記者林圖報導 今天有廣州市白雲區 一個小區的業主 跟我們的藍木布料 在前兩天的下午小區大堂 和一塊巨型天花板掉下來了 而他們這個樓盤去年才入住 而且還是新框框 那這個天花板為何會掉下來了 當時有沒有人受傷呢 馬上去關注一下 整個電池都出來了 你們看吧 視頻可見 在小區某棟一樓大堂電梯間過渡的位置 頂上的天花板石膏 整片脫落 跌落在地面碎成十幾塊 地下還可以見到有幾條鋼筋 而從另一段視頻可以看到 天花板脫落之後 天花板頂上和電梯的門頂 不停地在流水 稍時間變成了水簾洞 有業主就懷疑 天花板脫落 和之前物業的消防檢查有關 4月12號 僅日物業說 它會進行全天的消防安全測試 但是4月16號 又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天花亂墜 掉監控發現的話 把九個平方突然整體掉下來 非常非常嚴重 當時還有業主從旁邊慢慢經過 記者在現場見到天花板脫落的位置為鋼架結構 上邊還裝有消防水管 而在其他棟天花板的同樣位置 存在發霉的跡象 另外 大廳天花板的批檔也有發霉 有雨水沿著天花板外圓 和瓷磚的縫隙滲水漏水 小區物業負責人告訴記者 今次事故沒有人員傷亡 在事發之前的這段時間 物業確實在對消防管網進行測試 曾經理表示 他們已經對小區其餘三棟樓的天花板裝飾 和消防管網進行了排查 目前暫未發現類似的安全問題 在天花上面也很容易激增水珠的 也會有發霉的一些情況 我們也連私工單位對這塊進行整改 有些美的卡子不好看的 能夠修復的 做正常的一些修復 廣東台記者李樂圖報導 今天又住在暫光市開發區 諾華街道的李先生 跟我們打來電話報料 就說有鄰居在位於一樓的單車棚 養雞響很多年了 在空地上放了那些淨飯用作雞治料 不單是氣味南鼎 而且還引來很多蚊蟲和老鼠 真是周邊的街坊多得它不少 王開看過 今天早上記者來到 暫光市開發區 觀海路171號 第三人民醫院宿舍230棟 樓下空地擺放著幾件木板 木板上擺放著拿來餵雞用的淨飯淨菜 走入到樓道就可以見到正對著單元門的舊式單車庫 入面擺放著雞籠和自製雞治料 衛生條件極其惡劣 稍為走近一點就有蚊蟲和惡臭味撲臂而來 我身後就是二樓住戶用來養雞的單車的車庫 雖然說上鎖 但是我們從縫隙中是可以看到 籠子裡面大概有四五隻雞 地面上有三到四個這樣的食盆 裡面是用剩飯做的雞食 根據附近的居民向我們反映 這種情況已經出現至少三年之久了 平時還好說只要是一道更炎熱的夏天 這邊的異味還有蚊蟲會讓它們更加難以忍受 他了解 沾江市城區使用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 第四十二條之中明確規定 禁止在城區飼養家禽加速等動物 報料人表示 站開區羅華街道辦 曾經在2023年11月接辦該投訴 並進行協調 但是收效甚微 據了解 養雞居民住在二樓 記者嘗試進行溝通 但對方一直都是閉門不出 取消社區的員工來到現場 貼出禁止飼養禽速的通知 但該居民仍然不肯出門溝通 記者隨即將情況反規到當地樂華街道辦 街道執法辦回應說 已經下法整改通知書 責令五天之內自行整改 如期限之內未整改 執法辦將會對禁養禽速作沒收處理 廣東台記者黃海報道 你說做人自私少少 度縮少少 都算了 但自私到完全不理其他人的感受 好像這位鄰居街坊去到那麼盡 真是神海貓士 神生鬼厭 真是以為只要自己沒有道德 人家又拿你沒有負責 別那麼單純 近日有雲浮羅定的街坊在竹田新聞APP上 向我們報道說 當地為了開展省道改造工程 施工方借用他家三畝多的魚塘 拿來臨時堆放土草 但20年過去了 施工方不知道要去哪裡 但他家的魚塘依然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 恢復耕種 白白損失了20年的收入 究竟怎麼回事 看看黃偉浩的報導 2003年至2005年 省道S352線羅定段進行升級改造 為了配合施工 在黎兆鎮政府和村委會的協調之下 廖先生一家同意將自己的 3.2畝正常生產的魚塘借出來 被施工方臨時填埋 對放開滑出來的泥土和石頭 當時2005年大概補償了2萬元左右 作為育苗和臨時借用土地的費用 答應兩個月恢復給我們跟蹤 作為一個果園的種植 工程員工之後 施工方曾派出工程機械 過來挖走堆放的部分泥土 但只是做了一天就草草結束 並沒有將土地恢復到可以耕種的條件 也都在未支付任何租金 廖先生說這口魚塘是他們一家的主要收入來源 並沒有其他的耕地 魚塘被填埋之後 一家人的生活很快就陷入困境 他們這第四個人不得不早早就外出打工 直接是沒有任何經濟來源 只是靠借用宿伯兄弟的土地來耕種糧食來維持生活 近年來廖先生說多次找到村委會和鎮政府 希望補償這麼多年來魚塘無法養殖造成的損失 同時要求儘快將土地恢復耕種 但始終未能得到解決 據三家店村委會負責人介紹說 近三年多以來已經多次和廖先生一家協商 但雙方在補償方案上存在較大的差距 因此問題一直無法得到解決 黎蕭鎮政府表示 可以幫助廖先生將土地恢復耕種的條件 但廖先生要求首先解決補償問題 因此土地暫時未能復耕 鎮政府這套積極推進 這個標段的建設方已經很難找得回 第二個原因就是當時已經20多年了 很多細節和情況我們還是很難完全了解和還原 下階段我們會針對他提起訴求 我們會積極和他繼續溝通 去了解和推進這件事的落實去解決 廣東台記者王偉浩運負落定報道 廖先生一家人的情況當然是值得同情 但是各位都看到 由這個調查情況來看 當初租地的是施工方 冤有頭債有主 你說要賠償也應該施工方去賠償 為何你一定要找村委、政府去埋單 好像不太合乎情理 而且鎮政府也答應了幫你們復耕 你說我就是想要賠償 也不是不行的 你就唯要找到20年前施工方打官司 當然打官司也是你自由 我也建議當地政府 為廖先生提供司法援助 對於家長來說 選擇好的牛奶品牌 給小朋友補充營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不過最近有深圳網友在網上發文 說自己的弟弟在喝盡口牛奶的時候 竟然是喝出異物 究竟是甚麼回事 馬上看看 最近有深圳網友在短視頻平台發帖 在小朋友喝的安街品牌牛奶中 發現了異物 在視頻中可以看到 該異物為黑色和紅殼色 質地較為柔軟 無毒有偶 記者通過短視頻平台搜索發現 2021年1月 也有一位河北網友反桂說 在同一款的兒童牛奶之中 喝出了異物 喝起來感覺味道怪怪的 喝起來感覺味道怪怪的 然後打開一看 裡面有這個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黑色塊狀 摸起來感覺有點像紙 或者是膠 後來該網友 在留言回覆中提到 最後異物問題 只有退款 沒有了下文 今天早上 記者去到優爾瑪和洛扣兩間雙超 發現雖然牛奶貨架上 都有安街的牛奶品牌 但並不是網友所說的那一款 在線上購物平台 記者看到 被指飲出異物的 安街金莊兒童高概牛奶 一箱27支售價為162元 折後大約91元 銷售量已經達到6000家 其中有人說 日期不新鮮 甚至有時產生不好的物質 隨後記者撥打了安街品牌 在校服電話 員工回應說 安街是新西蘭恆天然集團旗下的 與製品品牌 他們已經了解消費者反映的 厄乃義密的情況 並且與消費者取得聯繫 目前已經啟動相應的調查程序 暫未在同批次的其他產品中 發現類似問題 除此之外 目前我們是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能夠提供給您 廣東台記者 顏迪報導 現在都在推廣全民健身 有市民問 廣州學校內的體育場館 是否可以開放給大家用 有數據統計顯示 目前廣州學校內的體育場館 佔了全市總數的60% 其實早在11年前廣州市立法推進 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 不過依然有市民說開放不足 究竟卡在甚麼環節呢?看看 一到週五晚 廣州花島區七星小學的室內籃球場 都會迎來不少市民前來打球鍛鍊 據了解今年3月 廣州市花島區選了135所學校場地 在節假日試點開放 校方表示 校內體育場館的主要開放對象 是在校學生 但是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 也都向社會公眾預約開放 和七星小學不同的是 廣州花島區施嶺鎮的 新陽小學和村委合作 將校內體育設施 和教學區域做了分隔 在保證安全的同時 面向周圍村民開放使用 但是記者走訪發現 廣州市除了花島區之外 很少有校園體育場館面向市民開放 廣州市體育局工作人員表示 對此無能為力 那教育主觀部門 能否推進校園體育場館面向市民開放呢 廣東省全民健身條例 公司開放一年時間以來 損耗巨大 此外有廣州市政協委員表示 在缺少體育和教育部門協同推進的情況下 風險和成本 是學校開放校園體育設施最大的難點 雖然廣州在11年前 就已經先行探索推動學校體育設施 向社會開放 但時至今日 成效仍然不明顯 對此廣州市體育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將會開展深入調研 持續推進相關政策落實 廣東台記者陳宇明報導 對於開放自己校園的體育場地學校 為何不積極呢 有很多原因 剛才剛才提到的 第一大顧慮當然是安全 一開放 煞時間會有很多社會人員進入校園 還有一些車輛聚集在校園的周邊 你要安全怎麼保證呢 你的小孩不是在這間學校讀書 你現在說沒所謂呢 如果你的小孩在這間學校讀書 你還會不會這麼沒所謂呢 其次就是開放體育場地 你也會延長學校開放時間 意味著要安排更多人手去管理他 器材損耗又會加大 維修、更新也會更加頻繁 請問那些錢、那些人 哪裡來的?你給他嗎 還有就是一旦有人 在鍛鍊過程當中出現意外 跌倒、咬倒 誰揹飛 是不是你出來揹飛 所以種種問題加起來 跌在一起 老老實實 但如果我是學校 我也沒甚麼熱情開放 多一試不如少一試 所以校園體育場地開放 就不單只是學校一家的事 也不是一紙文件可以推動的事 你要先做好兜底 才能夠繼續推進 近日有廣州市白雲區金沙州街坊 在竹典新聞APP上向我們報料 就說他家小區旁邊 即將開一所公辦的 新的公辦小學 但是小區裡的色靈兒童 就沒有訓讀 沒有辦法入讀 實情是怎樣呢? 記者有了解過 廣州市白雲區的月秀聲匯 金沙爾旗小區 在2015年交流 自從交流以來 小區業主的10元仔 大多數就讀於附近的 沙逢小學北校區 有小區的業主就告訴記者 他們樓下有一間公辦小學 很快就要開學了 不過這樣大家多開心又擔憂 正常來說 他會以招生範圍去劃分 這個小學的服務地段 但是我們後面就聽到一些 外面的一些消息 就說我們小區離這麼近 一條馬路之隔 沒辦法去入讀這個新建公立的小學 業主說 這間新落城的小學是 白雲廣府今月實驗小學 將在今年9月份開辦 但令到業主無法接受的是 他們在4月份 諮詢區教育局之後 得到的回覆是 學校將會招收另一小區的適齡兒童 華雲廣府和天月金沙 換到這個小學去就讀 我們確實去這個小學就讀 那麼它所謂就是說 它原來是我們是配到這個小學的 它是新建的小學配到新區 業主表示 目前月壽星匯金沙爾旗小區 有百幾位適齡兒童 新建的公辦小學距離他們小區更加近 那麼他們的小區的小朋友 也都有權入讀 那麼究竟入學是比較重要的一點 然後它要根據整個小學周邊的 交工狀況人口分佈去調研 我們小區應該也有究竟入學的權利 那麼這個10米的學校加盟的學校 對此廣州白雲區教育局就回覆說 白雲廣府今月實驗小學 送月秀天月金沙住宅項目配建小學 計劃在今年9月開辦 2024年白雲區義務教育學校招生計劃暫未公佈 根據廣州市相關工作意見 劃分公辦小學招生地段的時候 學生居住地和學校距離 原則上在3公里以來 2016年沙鳳小學北校區開辦之後 尋封居委內3個小區 或入該校招生服務範圍 符合就近入學原則 天月金沙小區 或入周邊新配建學校 亦都符合就近入學原則 下一步白雲區教育局 將會聯動相關部門 向各小區業主做好政策解釋與宣傳 做好審問仔入學報名工作 廣東台記者方力報導 今天凌晨寧夏一間化工廠突然發生爆炸 導致兩人死亡四人燒傷 這次已經是這間工廠 第二次發生爆炎事故 安全生產是重中之重 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呢 立即來關注一下 今天凌晨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 寶豐能源集團股 分野限公司 甲醇廠 發生爆炸事故 事故造成兩人死亡四人燒傷 其中兩人重傷 現場火勢已經在凌晨3時40分左右被撲滅 目前受傷的人員 正在全力救治當中 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 另外據中國應急管理微信公眾號 在今年的1月31日晚9時 攝氏公司就曾發生爆炎事故 事故發生後 公司迅速啟動應急響應 火情在14分鐘內得到控制 但依然造成兩名巡檢人員受輕傷 下面這條新聞同樣是一宗爆炸事故 在昨天哈爾濱的一棟高層居民住宅 突發燃氣爆炎 攝氏住戶的家裡 整個窗台都被炸到碎了 不斷有碎片跌落到露面 有剛好經過樓下的車輛行車記錄儀 記錄下了這一幕 關注一下 車輛行車記錄儀顯示 一聲巨響之後 從天移降下來大量碎片 不斷地突落在路面的汽車上 事發在昨天超早 哈爾濱市道外區一棟高層小區突發爆炸 並起火燃燒 現場可見濃煙滾滾 住戶窗口受損嚴重 我的窗戶都沒了 故意都崩起來了 崩到這邊了 那都被打了 事發之後 多個部門已經前往現場處置 道外區人民政府辦公室發布情況通報說 本月17號8點 哈爾濱市道外區 永耀上城小區 F洞15層 一居民住宅發生燃氣爆炸 消防救援力量 以及相關部門 立即趕赴現場處置 8點15分 明火被撲滅 沒有人員傷亡 具體原因正作了一部調查當中 最近湖南一名一歲半的嬰兒子 自己走在路上 突然間一台剛起步的校車 直接硬壓過嬰兒子 令嬰兒子不幸失望 事後當地交警 劃定男童的家屬要擔主要責任 但是家屬不服 向交警提出複合 你又怎樣看呢 監控視頻顯示 有個男童正獨自橫過馬路 就在這個時候 停在路中間的一部校車 誰知道突然起步 將這位男童拆住了 導致男童當場身亡 已上幕發生在3月14日下午 地點是湖南邵陽武江市雙排鎮 攝氏車輛的確是 當地接送學生的專用校車 經調查 司機並沒有酒駕嫌疑 武江市校車辦的工作人員說 目前攝氏車輛已被扣留 交警或定死者家屬擔主要責任 今天有關火車外鋪的下鋪 應不應該共享的話題 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起因就是一位阿姨在這裡生 就說買了下鋪火車表的年輕人 用個簾把床位擋起床 不讓我坐 離開大譜 究竟火車的下鋪應不應該共享 一起了解一下 近日一位阿姨拍攝在火車外鋪下面 掛起簾的年輕人 埋怨年輕人的下鋪 不讓給老人家坐 呼籲網友們評評理 對此中國鐵路12306客服呼應說 沒有明確規定不可以使用為黨 在不影響其他旅客的情況下可以使用 但是需要各位旅客協商好 有專家就表示 座位或鋪位使用權 僅限於該扣票的乘客 它本身就比中鋪和上鋪的價錢就要高 只要它在不影響別人正常的這種休息 和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它就有權利在它的購買的位置和空間內 去做一些它合理的使用 包括我覺得掛一個簾子呀 放個衣服呀 還放個什麼東西 都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的 專家建議鐵路部門 考慮到不同年齡層次的消費者實際需求 設計更加人性化和具有舒適度的乘車環境 4月16日 央廣網也發文指出 人們對隱私、權屬等個人權益的保護意識 與日俱增 從法理上說 誰買的票、誰做主 從情理上說 阿姨應該協商、友好處理問題 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拍視頻發到網上道德評判 開車上路是容不得一絲媽夫大義的 如果不是 就很有可能好像下面這位司機大陸一樣 直接將自己的外車開到村裡的水塘 監控幾多個低了事發時的驚險 一望馬上看看 事件發生在傑陽、浦寧市、軍負鎮、東桂村 監控視頻顯示 4月16日晚上7點多鐘 一部黑色小車進入村莊一個彎道的時候 衝入東桂村這個池塘裡面 車輛下水後漸漸往下沉 司機從駕駛位的窗爬了出來 我們就看到之後鄰居還有我們村民、村幹部都跑出來 看一下那個人有沒有事情 然後看到他打開天窗就直接游出來了 所以大家都挺放心的 司機游到池塘邊之後 熱心村民將他救了上岸 當村幹部詢問司機為什麼會衝入池塘的時候 司機卻尷尬地說 他說他在玩手機有點沒有急著那個精神 一翻身就衝到水裡面去了 後來交警部門又過來 我們就在旁邊維持順序 救援人員用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先將落水的小車吊上岸 事件中並沒有人員傷亡 廣東台記者朱天堡報道 有數據顯示 去年國內共收集到媒體報道的燃氣事故 是由612起 造成了77人死亡 434人受傷 這個數據也為我們敲響了安全的警鐘 為此 深圳消防和深圳燃氣集團 進一步加強合作 對燃氣進行了專項檢查 有沒有查到什麼隱患呢 看看吧 從消防設施、安全通道 再到燃氣報警法、管道等 每一個細節都不能放過 今年以來 深圳消防和深圳燃氣集團 在深圳福田區開展了商業中合體 燃氣消防安全專項行動 累計聯合檢查單位50家 督促整改隱患417處 消防安全方面的問題 主要集中在消防設施 為保持環境有效 像餐飲場所 還存在的消防通道容易堵塞 那燃氣可能常見的問題就是 燃氣管道的一個繡食和一個 膠管的一個老化 也發現少數的較為重大的一些 燃氣消防安全隱患 那比如是為安裝切斷法 然後燃氣報警裝置的那個 超過的有效期 深圳消防依托全市446座小型消防站 加82個中心站 打造快速救援體系 初步建成5分鐘救援圈體系 今天深圳消防和深圳燃氣集團 舉行了全市首個消防站 藍燃疫站掛牌 這項工作將逐步向全市推廣 雙方將共同打造 集應急演練 燃氣安全宣傳 消防知識普及 燃氣飲幻排查等功能於一體的 綜合性服務平台 廣東台記者蔣雲葉 深圳報道 人都有好奇心 但不要為了滿足好奇心 就去挺而走險 最近東莞茶山的某個五金廠內 一個年輕人 就因為好奇心不僅惹出大禍 自己亦被警方刑事拘留 究竟他做了甚麼呢 來看看 這幕發生在本月9日晚8時多 監控顯示 當時五金廠內有三位員工在工作 其中一個人突然走到藍色塑料窿旁邊 用打火機點著窿內的物體 物體立即燃起淡藍色火焰 這時 現場的三人似乎並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危險性 仍然在旁邊觀看 一分半鐘後 火焰開始變大 三人立即逃離現場 隨後屋外衝進幾位員工 上司用滅火器進行破舊 但火勢不敢反增 火焰一下就喘起身 明火越燒越大 過了沒多久 整間廠房內部被煙霧瀰漫 消防到場時發現 燃燒物主要為五金製品和存放貨物的塑料 工廠的員工已經用消防水帶把明火破滅 消防員接手後 對現場進行降溫處理 防止復燃 這次事故未造成人員傷亡 而事故原因 竟然是因為該廠員工的好奇心 事後調查 是該公司的一名員工出於好奇 利用打火機點燃了工業使用的酒精 導致火災 據工廠相關負責人介紹說 由於五金製品做出來之後 需要試刷清潔 因此廠裡面會配有少量的酒精 試發的時候在場的那三位員工 都是新人 剛剛入職過幾月 有培訓的 有培訓 可能他們沒有刻意去記 當時發生火災的時候 他們在裡面已經耽誤了一分多鐘 他們如果提前叫我們的話 就不會進棄消防那邊 也不會有這麼嚴重的事情 當時我們三個人都紛紛 紛紛跑掉了 太年輕了 二十多歲的小夥子 有些東西還是不懂的 當時他們嚇到了 目前涉事的三個人之中 主要嫌疑人張某因為放火罪 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最一部辦理當中 下面來看一組關注點擊 2024獨鵑花海陽春雞龍頂月夜菜 將於4月27日在陽春市雞龍頂三開啟 今年的參賽選手一共1400人 其中五十多名為國際積分排名前列的頂尖精英選手 雞龍頂位於陽春市商教鎮七星村北部 享有越西大草原的美羽 每年4至5月份 曼山的杜鵑花、增相開放、叉子煙紅 是登山、露營、月夜競技的絕佳之地 本次當地通過引入高水平體育賽事 通過體育IP賦能全域生態旅遊度假勝地 和人民生態康仰勝地的打造 逐步形成陽春特色的農民雙女體融合發展模式 將體育流量轉變為助推經濟發展的能量 4月17日晚 經過136輛總重大約5000噸的大貨車組的載荷測試 心中通道零丁陽大橋完成動靜載試驗 自此心中通道橋樑體檢全部完成 為6月具備通車條件打下堅實基礎 心中通道是世界級跨海集群工程 全長大約24公里 通車之後深圳至中山的車程 將從目前的大約2小時 大幅度縮短至30分鐘之內 正過最後一起去江門新會看看那裡的露料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請下代足電新聞APP 明晚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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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